好的,我們查出來本週適得的掛為筍掛。 我們看,這是主掛筍。 然後便掛是波。 主掛筍,山下有澤。 便掛是波,山下有地。 護體是地下有。 我們剛才查到了本週適得的掛為筍掛。 便掛為筍掛是山下有澤。 便掛是波掛。 波掛是地上有山。 然後護體、護掛是地下有雷。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。 我們主要補的大勢。 補的世界上大勢。 剛才說的是台海局勢。 這是補師之前就說過的。 然後我們看這個掛詞。 損,顧名思義損失。 這個丟失的意思。 那打仗肯定有損失。 對吧? 就看損失的誰是誰的不同。 大家會看到。 然後損一勝衰之時也。 這是盧家的辯證思維。 這都沒什麼重要。 然後看。 損掛,掛向為下對則上跟山。 山下有則。 然後看這寫的。 下掛為對,對為毀則損傷。 看吧。 打仗的時候肯定有損傷啊。 然後也肯定有船毀折在海裡。 對不對? 然後這點很重要。 後面說損失因此為損下意上之項。 能聯想到什麼? 損失的是老百姓。 有意的是誰? 有意的是習近平一個人。 或者他那個小利益集團。 這是損下意上。 怎麼說呢? 下掛是對,上掛是山。 損失下面的責。 因為上掛是, 咱看這掛像。 上掛是更山。 但不能光看這點。 你看它下面的護體掛。 這上半部的護體是崑地。 然後地上有山。 這是損下意上之項。 因為山往上加增。 然後地不動。 或者地減少。 這損下意上之項。 是根據這兒來的。 所以說, 它說是損下意上之項。 這可以聯想到損失的是老百姓。 然後得到益處的是習近平和其小圈子利益的。 然後, 底下說為什麼損下意上之項。 然後看這段很有意思。 損下意上引申到處世上就是臣下貢獻於君王。 下屬奉獻於上司。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。 這就是說犧牲小老百姓促進祖國統一。 是吧? 這犧牲小我完成大我。 這也是共產黨常說的。 是吧? 犧牲短期利益完成成員利益。 這看是誰的利益了。 是吧? 然後說, 克制欲望藉出壞習性原來淫亂。 這能聯想到什麼? 近期整改娛樂圈。 是吧? 好像是最近又約談了四大衛視。 然後老百姓說, 就這四大衛視還有點可看的節目, 讓它整改了。 這叫像江蘇衛視也在其中吧。 娛樂性太強了。 他說, 《非诚勿扰》什麼的。 是吧? 它是? 是可制欲望藉出壞習性原來淫亂。 是一個? 是更改娛樂圈整明星。 是吧? 然後還不讓學生玩遊戲。 不讓學生玩遊戲。 您看, 這是掛聽準的。 這是可制欲望藉出壞習性原來淫亂。 所以這就是聽眾, 放棄不好的資產。 他認為不好的資產。 比如說, 收房產稅, 是吧? 斷為求生。 這打台灣絕對是共產黨的斷為求生。 就算是一个求生的策略,断尾求生,反正不是他的尾,以换取长远的利益,这看谁的利益。 孙有接欲的意思,底下你还又强调这一点,有接欲的意思,从上下挂挂象来看,孙挂内悦而外止,外面给你止重,你内心有再多喜悦,压在山底下,山是不动的,把你内心的喜悦压在山底下,就跟孙悟空压,五星山下那种感觉。 内心喜悦,外在有所皆知而不为,动护情指护礼之相,又在少男之上,少女之下,满女卫焦,更之上上六,乐对之六三,皆皆不当位,满女无尽何之相。 你看,宗庭来说就是接欲的意思,然后外经接欲了,确实他在这么看。 然后看挂词,说,损有福远己,有信用就吉利,无咎可真,没有麻烦,利于真定。 利有幽网,利于试一试的意思。 利有幽网上面,更近一步的是什么卦词,什么端词,利舍大川,对吧? 底下就是利有幽网,说可以一试的意思。 何之用,二鬼可用想,后面,二鬼,鬼是古代称食物的器皿,对吧? 二鬼可用想,大概意思就是说,保持维持最基本的生活,就这意思,这还真对。 你一打仗,那一定军管,对不对? 一军管就是老百姓发粮票,维持一个最基本的生活,有口吃的活着,就完了。 所以说,你看这,二鬼可用想,就这意思。 因为最基本的是二鬼,然后上面还有三鬼,四鬼,对吧? 那都是想说,但二鬼是最基本的,也就是说,维持一个最基本的定制,定量。 然后看这些团词,孙,你看又提到,孙下意上,其道上行。 孙是的是下面的老百姓,有意的是上面的同志者。 然后,因为他政权保住,老百姓遭殃。 孙儿有福,元吉无久可真,又有我,何之用二鬼可用想。 二鬼应有时,孙刚一柔有时,孙刚一柔有时, 打仗肯定要,军队首先冲在前面,那肯定有损了。 对吧,肯定有损失。 然后,孙亦盈虚,与时泄行。 这就是挑天时了。 然后,山下有则,孙,君子已,成分之余。 还是刚才说的那个,戒除欲望,然后克制愤怒。 这其实是对老百姓。 山下有则,本身,老百姓下面是则,下挂是则,对吧? 则可能象征老百姓。 老百姓本身,本来活得有滋有味的日子,还挺喜悦。 则不就喜悦的意思吗? 上面压坐大山,就是这个意思,给你压制住。 然后,主要,咱看这些二鬼,这里边,二鬼说,你看, 他说是最,二鬼就是最,二鬼是最精简者。 就是说,一拿起账来,老百姓,一军管,老百姓发量票, 就要,维持一个最基本的生活。 然后,吃口饭活着就不错了,就让二鬼是最精简者。 看到了吧? 然后是,你看,凡者是四鬼会更多, 但是一打仗就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。 到这里称,新学称呼最重要,儲存知识, 简单精神唯一。 因为老百姓也没有别的办法, 你只能简单精神,过最基本的生活。 好,基本就是这意思还真准, 挺符合这个台海战争的这个实际局势, 而且你细品这卦词非常有一种受震撼的感觉。 然后,变卦是波,山地波, 地上有山,然后这个地肯定不动, 然后上面山,山往下波落,对不对? 就会上面顶上一个羊腰,飘在上面,底下都是不动光。 底下是山,本山本身就不动, 然后底下是个大地,是吧? 然后就上面那也能波落下来,就这意思。 然后,波出,波落,波来。 那变卦就大概看意思就说,你看,他说,波波也,波落的意思。 柔变刚也。 你看,听对的吧? 说解放军几十年没打仗了,而且中国人是什么? 羊的民族。 然后这回一打仗,柔变刚了。 就这意思。 对,本来不能打仗,军队打仗了。 然后,羊的民族也变得像, 当希特勒统治下德国人一样,那么疯狂了。 就是柔变刚,还针对。 不利有优往,小人长野。 小人应该只打入共产党吧,是吧? 這终于补�ла是看,他具体是谁,说的是狄,还说的是我,还是说的是哪一方。 顺而止之,一挂是顺的意思,另一挂是指的意思, 顺是地的性质,然後指是上边还是山。 君子消息养舊,天行与。 山負于地不上以后下安宅。 好像我听某个大人物说,那个爆料说这个后侠安宅怎么解释,就是有个大人物爆料说好像习近平已经给底下打台湾的将领,安排好了说,比如说台中打下来之后归谁,然后台北归谁,对,然后你可以在那安宅,安居,然后这你们分了, 然后把台湾的能人都移到福建,广东,然后让他们在那安宅,后下安宅,后下应该指的是大台湾的将领,然后让他们在台湾安宅,大概这个意思,然后说不烂,拨烂,不宜远行,不宜出门,确实是,锅门确实出不去了,然后你一旦军管,你不可能是出门远行吧,对吧,而且现在他有异形, 啊,对,还有疫情,对,确实不宜出门,你看这细想都很,很有道理,然后我们看护体挂,护体挂更深,看着啊,富挂,周而复时的意思,什么叫周而复时, 看着这个,安到台海局势上,你就能看出来,这富挂是,我们是又回复到了毛时代,就是说,发军票,发粮票,发工业券的计划经济时代,又周而复时的回到那个时代,然后回到什么,对,又一个轮回,几十年改革开放, 然后又一个轮回到那个,什么,在毛时代,共产时代,然后,看底下,大概就说的是周而复时的意思,然后看挂词,富,亨,亨通,看谁亨通,可能打台湾确实能打下来,出鲁无极,蓬莱无咎, 这些,反复其道,七日来复,利有勇往,你看,还是利有勇往,然后七日来复,就是反复其道,周而复时的意思,然后段词词,富亨刚返,动而以顺行,顺着这市,这个趋势走,然后市已出鲁无稽,蓬莱无咎,可能把那个台湾的能人,科学家什么都挪到, 福建广东,是吧,蓬莱无咎,出鲁无极,反复其道,七日来复天行,利有勇往,刚长矣,你看,可可以往去一世,然后刚长矣,军队,军队是刚性,然后复,其献天地之心乎,可以看到天地之心, 雷在地中,看,这有可说的,雷在地中,什么意思啊,雷的性质是动,对吧,地的性质是遮盖和不动,也就是说表面上,上挂是这个地,表面上看是不动,而且表面一切平静,但是地底下藏的是动的性质,就是雷,是吧,也就是说,雷这个动藏在地底下,也就是说,地底下有暗流, 有动,暗流涌动的意思,然后这个习近平正在暗流涌动的预备打台湾这件事,另外,这个,雷还有什么性质,雷还,还一个意象是龙,对吧,比如说,还特别指的是什么,特别指的是黑龙,就比如说习近平这种枭雄,是吧,雷在地中, 复,先王以,你看,这词更深,先王以至日闭关,商旅不行,后不行方,你能吓一跳吧,先王可以理解到,理解成谁,本朝先王, 这句话,这句话,非常有实际意义,放在现在这情况中,雷在地中,雷性质是动,地呢,是,大地中,就是说,大地中潜藏着暗流涌动,涌动的意思, 然后复,先王以至日闭关,先王可能说,放在本朝就是毛太祖的意思吧,以至日闭关,就是毛太祖曾经闭关锁国,但是周易中经常有双重意思, 那放在,它是跨时空的,对不对,周易是跨时空的一种描述,所以说,放在现在,应该说,一打台湾,又重新回复到闭关锁国的状态, 你看,所以这都前后先进,前面说,复,回复,回复到,咱可能放在古文里,还可以不同的放,放逗号句号, 比如说,回复到先王的状态,这来一个逗号,然后,以至日闭关,到打台湾的时候,打台湾那天,又回复到, 毛太祖那种闭关锁国的状态,然后呢,商旅不行,和外国也不通商了,可能只能和俄罗斯买点石油,跟北朝鲜买点煤矿,是吧,陆陆接壤这些, 因为它没有远洋海军,可能也就跟周围这些国家,巴基斯坦,巴铁,买买, 但是,主要的海上贸易,应该就全部切断,国际社会也会制裁它,所以说,它商旅不行, 你现有的,像现在这样,专外汇的年代,应该不会再有,又回到毛时代那种闭关锁手的时候, 然后后部醒方,后部醒方,古文里的意思是这么讲, 是醒方这个词啊,是古代帝王巡视天下,四处游走,比如说,大概像乾隆,乾隆威复思法, 康熙威复思法,那应该是醒方的意思,后部醒方,可以解释为, 即可以解释为,比如说,习近平的后代帝王,是吧, 比如他的私生子呀,还是什么什么,继承他这江山, 然后他的后代就没有巡视天下的机会了,可能王朝都完了, 这共产王朝都崩塌了,也可能指,他是进入大号北朝鲜的状态, 然后他不能再巡视天下了,不管怎么说,可能是这个意思, 或者是说,这个后字,有可能是,还是指什么, 还可能是指,从打台湾之后,一打台湾,不能再巡视天下, 从打台湾那刻起,习近平就要躲到山洞里,一方核战争, 或者怎么样,不能像现在这样,又跑到西藏看藏族姑娘跳舞, 然后又跑到广东,听说习近平特别喜欢去广东, 说那那奉水师说那跟他八字合也不怎么着, 他们这些人都特别信这些,包括那个中南海, 为什么习近平一上任就驻回中南海, 那个毛的故居,驻回中南海了, 是因为有个所谓的高人,应该是个道士, 然后说那中南海跟你风水河, 你住在那绝对接地气,接天气,通神,怎么怎么着, 还有你看他给他爹修那西陵, 为那个西陵好像拆了多少房子, 就为保这龙脉,这都是他们特别信不信, 方光怎么说吧,这是后部姓方还可以解释为, 从打台湾之后就不会许是天下, 那么还有没有第三种解释,还真有, 比如说他说, 这个你看,这里个后字注意, 正体字中的皇后的后跟以后的后是两个字, 那咱看这里边写的是皇后的后, 也许是通假字, 他要是通假字的话, 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两种解释, 如果他不是通假字, 那就是皇后的意思, 就是他本意, 皇后不能寻视天下, 那我本朝的皇后那是彭丽媛, 彭丽媛不能寻视天下, 这反正也对, 是吧, 不过怎么说吧, 就是一经里的解释, 基本都是一词多解, 或者一字多解释, 因为他无一字虚设嘛, 说一经无一字虚设, 这倒是真的, 他有时候能解释很多层意思了, 所以说我们看以后的事实发展吧, 看看以后相信炮火响起的那一刻, 回过头来看咱们今天的占卜, 能够看到很多的亮点, 和预测易经的精准性, 好, 那么今天的讲座就讲到这里, 希望大家科医事件多多, 自己读易经自己实践, 谢谢大家。